这个里面应该就是他们的老街了吧 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老城 但是我不知道历史有多少年 里面听说被称为中国街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听说里面就是卖了很多 就像咱们中国过去年的时候 卖的那些东西一样 就什么横幅啊 字画啊 门链啊 就是喷链嘛那种东西 就特别特别多 好好玩 这个东西好好玩 这个不就是在我们中国的广西啊 贵州都有好多这样子的 我主要是想找一个类似于这样游客服务中心的 我在越南待了大概有15天了 快16天 我是从胡志明骑骑到县港 然后找朋友把车卖掉 我今天得要去找一家旅行社 就是问有没有卖大巴车票 或者是火车票 可以直接坐到南陵啊 或者是坐大巴做到口岸 还有三个不同的价 一万十六万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的价 然后他会给我看一下 不同的价格 坐的是不同的车 16座 这个是同样的价格 但是只有9座 所以有更多的价格 有更多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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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晚上我从亚里 从亚里 没有车站到那里 是 所以现在我可以买这个票 然后直接可以回国了 现在这个事情终于弄好了 我让他11点夜11am 然后早上中午的样子吧 11点就可以坐车 差不多下午15点的样子就到 OK 办完一件事情 其实心里会特别爽 知道吧 因为在国外 你们不知道我这一路 都经历了啥跟我朋友 一路骑行 被罚款 给错钱 太多太多 到时你回看我的视频 你就知道了 这就是越南的老街